五四广场的灯光秀开始了 看看看看 大家好 我是乔娘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 我准备在这里跑步 等着太阳落山 我来拍灯光秀给大家看 这是市政府 大家看 这是找名人看的风水 这个市政府后面高级一块 像个座椅的靠背 前面就是办公大楼 这叫做背靠山 前靠海 我站的方向就是大海 我环绕一圈 这一圈就是全景 再转过来就是海边 就是五四广场 我回家乡一个多月了 拍了古城 也拍了棧桥 熟悉的人都说 你怎么没有拍五四广场 其实我早就拍了 就是没有时间来剪辑 这个就是五月的风 也是请专家设计而教宿的 五四广场不是古鸡 是九十年代才开始建设 就现在就三十多年 刚好这段期间 我都在台湾生活 那个时候在这里 我同学家住在这里 就是一个小渔村 这里以前就是福山所 福山所就是一个 福山所大家分以下是什么意思 我就不多的解释 有些敏感 这些花都是靠耐心 我仔细看 每一个品种都有 我都会选择 不是假日的时候来这里 因为这里虽然不是像战桥那样 是古鸡 但是 绝对不会输给战桥 是网红门来青岛 必经的打卡景点 因为比较高 颜色比较鲜艳 又比较立体 所以把海边点缀着特别漂亮 再往前走 就是慢跑的海滨路线 远远的地方 就是澳藩中心 看这是五环 08年我刚好在家里住过 那个时候妈妈还在 我跟妈妈奶奶一起往看 这里有各国的旗帜 给大家看打鱼的 一二三 哎哟 就是海群 我不喜欢吃海群 我们看看它会有鱼吗 就是在这里打发时间而已了 左鱼 黄鱼 还有海带 非假鱼 但是很多很多人 这里永远人不少 看夕阳快落山了 他卖碧壳的讲什么话我都听不懂 如果你是外地人青岛流油 这些卖碧壳的 在地摊上的大部分都不是青岛人 因为他们讲话我们都听不懂 我不知道卖个壁壳回家要什么用 好像还卖的很贵 肩上的蒸锅 水饺 冰鸡铃 前面各国的旗帜你看 今天的夕阳不是特别漂亮 看联合国的旗帜 在滩家国奥运会的旗帜都在这里 我们这边拍是往西拍 就是西海岸 其实会玩的都这个时间来 特别漂亮 只是今天的夕阳不太美 因为这几天阴森森的下小雨 这是火炬船地 快了再等一个小时天就黑下来了 这是流行音乐中心 2008火炬船地 大家看五月风 等一下那里会亮东方性 这个五环也会亮起来很漂亮 如果你是外地朋友 星期一可是没有灯光秀哦 每天都有 就是星期一没有 晚上七点 哎还是七点半了 我怎么忘了 就开始灯光秀 这里不准带狗进来哦 这里的消费还是蛮贵的 坐着我们小火车还要五十块 我觉得比台湾还贵 这些地方都是中了外地人的钱了 我这是站在东海岸 这样拍五次广场就特别漂亮 所以你拍摄要熟悉地理位置才拍得漂亮 伟大的音乐家的雕像 音乐广场 以前这个大钢琴还会响 现在锁起来了 哎 前面已经有一栋楼开始亮咯 是年轻人在跳舞 晚上也是很多人在跳舞 在唱歌 这里跟鼓虫的跳舞唱歌又一样 但是我只拍到灯光秀 我就比别家 我晚上基本上是不处理的 我今天四点钟来 就是为了拍摄五四广场晚上的景象给大家看 因为我的粉丝朋友多次留言说 你懂没有拍到五四广场 五四广场离我家很近 我比较喜欢早上在这里跑步 看着大海听着浪声 跑去过来都不理 哦 小青岛亮咯 五幻也亮咯 五月风还没亮呢 这里的冬光跟我们台湾的冬光有区别 我们台湾的冬光是白光亮光 这里的冬光就是黄色的光 到七点多钟还有一段时间 这里都是钻外地园 像这些珊瑚 贝壳皮 都不是清早在里生产的 他们都从南方 我也不知道其他地方进来的吧 南方人 对我们山东人县里都可以做生意 这里大部分外地人做生意 哦 你找到一个湖啊 哎呀 不要找了 别被骗 这里是找自己的名字 找一个珠子就是五块钱 听自己的名字 我才不信 我不要 哎 五月的风亮了 可以出去 冬岛必看中国水准零点 从这里开始步步高 AAA级景区 好了好了 不要买了 我们赶快出来呢 五月的风这个时候抬饭是漂亮 这个设计里面有很多的讲究 大家可以搜一下 看看五月的风是什么意思 每个人的看法有不同 现在很多人在这里等中光兴 哇 开始咯 鸟飞出来咯 大家都不讲话 都在那看 我也别讲话了 这边是对着施政区 这边就是对着五环 你看那里五环 这里整个的海边都是东光兴 这是太远了 这个隔着一个海 拍的不是那么的大 那么的清楚 好了 全部东光兴看完 有八十分钟差不多 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咯 咯